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我们请来宝国小学的五年级同学何俊毅 和我们分享一个中文科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有关梵高的 梵高是一个很出名的画家 以下来我们请俊毅帮我们浪读一下他的新评 梵高被认为是荷兰最伟大的画家 他于27岁时才开始画画 短短十年间 他会画了百百多幅幼画 但几乎从来未找到买家 他只能长期依赖弟弟在经济上的支持 梵高于小年时开始对画画 陈身兴趣应定为人生的意义 1886年 梵高跟随帝帝帝去巴黎 并认识了不同的画家 并深受他们的影响 开始形成了日后 却练的个人风格 其后 梵高与画家 高跟共同居住 但他们争吵不断 再一场 劇烈 震集当中 梵高各下 自己的左耳 从此 他被人 笑作疯子 1889年 梵高入住精神病语 但在短短两个月内 他绘画了 七十多幅有画 狂热 而不可入制 的创作激情 是他心力交税 精神失常 1890年 梵高吞张自杀 享年三十七岁 终结一生 谢谢何俊丽同学 帮我们分享了 梵高的生平故事 片段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观看 拜拜